如果被这种虫咬上一口 你将终生不能吃肉 美国已有超5000多人被咬 事后反应就是 只要一吃肉就会出现过敏反应 严重时还会上吐下泻 呼吸困难 经科学家调查 这种虫叫孤星皮 常常出没于美国东南部 能对人体的免疫系统 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随着患者人数急剧增多 相关人员也对孤星皮展开了研究 别看孤星皮虫的体积小 但它却具有超强的攻击性 在这种皮虫的唾液中 生物学家发现了一种 叫做阿尔法半乳糖的东西 当这类成分进入人体后 免疫系统会将它们识别成入侵者 从而进行攻击并统统消灭掉 由于阿尔法半乳糖 长期存在于大多数哺乳动物体内 一旦嘴馋吃了肉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被激活 让身体产生不同的过敏反应 身体素质较差的情况下 胃里的东西会在这种作用下 全部倒吐出去 人体的免疫系统 比你想象的更敏感记仇 只要阿尔法半乳糖再次进入体内 就会亮起红线 免疫系统不会允许它的存在 并强行把它赶出体外 但是阿尔法半乳糖 只会存在于红肉中 比如猪肉 牛肉 羊肉等等 好在鱼肉虾肉这种白肉中并不存在 近些年 全球气温上升 孤星皮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被叮咬的次数也愈发频繁 即使症状较轻的人也需要四五年才能减退 如果症状较为严重的 那就真的要借肉加入素食主义者的队伍了